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每一次读到这个祷告 我心里都有一点的困惑 因为如果是一个分离的祷告 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祷告 但是为什么耶稣最后是为门徒的合一祷告呢 那么合一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所以我一直到几年前 我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太多的重视 但是我只知道耶稣最后的祷告 是为门徒的合一祷告 但是心里面是在觉得为什么 不是能够理解 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 看看耶稣最后怎么为门徒的合一祷告 我们请因您来为我读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拆了我来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叫世人知道你拆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 如同爱我一样 我相信耶稣今天仍然为教会的合一祷告 你看这段圣经说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这些人指的是耶稣的门徒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 信我的人祈求 使的是将来的教会 其实如果你能够理解 教会从来没有真正的合一过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门徒就不合一 你看到门徒们 彼此争论谁伟大 当耶稣说他要离开的时候 然后甚至门徒们动用关系 说一个要坐在耶稣的左边 一个要坐在耶稣的右边 如果你看 两千年来过去的教会历史 其实就是一个教会的分裂史 你看到 马丁路德跟词运理不合 因为圣战论的缘故 教会分裂 你看到 马丁路德跟亚米涅 你看到 加尔文跟亚米涅也不合 因为预定论的关系 所以教会也分裂 然后你看到 即使是威斯利约翰 带来英国大父亲的 威斯利约翰 最后他跟怀特匪也分裂了 这个最好的同工 他们也分裂了 甚至到最后 连跟美国的清教徒的领袖 爱德华兹 也因为预定论的缘故 威斯利也跟他们分裂了 所以一直到今天 其实老实讲 教会没有真正的合一过 难怪耶稣最后要为门徒祷告 就是为合一来祷告 我过去几年当中 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 我们从1130到920的信心失望之业 参与到信望盟 跟同运的这场争战里面 我对合一 我有一些的反省 我发现很有趣的事情 那么我们跟同运的整个 抗争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骂同运的人很少 骂教会的人很多 教会 教会里面就彼此的批评 这个让我们很困惑 我就想到 我在信主以前 牧师信主以前 也不是个什么好人 这边混混 那边混混 我发现 当年我们做坏事的时候 我们都很合一 我们说好去偷东西 你把风 你做什么 大家都很顺服 没有意见 我们要去巴林一个人 要去骂一个人 也都很合一 大家同心合一 去骂他 去修理他 也没有说谁第一个骂 第二个骂 没有争论 反正就是骂就对了 骂完了 欢喜快乐回来 来到教会以后做事情 我发现教会 基督徒好多意见 知道吗 我说我要支持展望会 就说为什么支持展望会 不支持救助学会 我们支持救助学会 就说为什么不支持展望会 反正都有一见 反正我们如果说 我们好好帮助这个孩子 他就说 为什么你帮助他 又不帮助另外一个人 反正教会只要做好事情 大家意见一堆 很多基督徒真的很难搞 这也批评 那也批评 每件事他都有一见 我都发现 教会真的很不合一 我觉得做坏事 坏人都比较合一 你们知道吕中基吗 八仙城报那个吕中基 你知道他是同运的头头 你知道吗 知道吕中基是同运头头 他把手举起来 不太多 你不知道彩虹 那个爆炸那个吕中基 他是同运的头头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媒体对他这么友善 你看没有把他起底 对他多好 就是因为他是同运的头头 所以他们有没有彼此批评 没有啊 你知道 常常骂教会的就是教会 我在这里有很多的反省 特别这几年 面对多元成家 我对教会合一的反省 对旧而言 家庭的定义在法律上被修改 这是惊天动地的事情 当法律上的规定 婚姻不再是一男一女 这件事情 非常严重的事情 你们阿们吗 这个不是小事情 这是整个国家的法律 要修改家庭的定义 这会造成 整个伦理道德的底线 都完全失守 会造成整个孩子流离失所 会造成整个罪恶的蔓延 这件事情不是私下讲讲 这件事情要变成 中华民国的法律的时候 更正这个法律的时候 这是惊天动地的事情 对我们而言 读圣经的而言 我们怎么可能没有反应呢 就我而言 这是理所当然 我们要反对到底的事情 但是我的理所当然 对很多人而言 它是很不以为难 我真的没有想到 连这样基本的事情 教会中间 也有这么多不同的分歧 这么多的不同的见解 我真的老实讲 我真的是有一点意外 但是我也不能够 就用不合一这样的大帽子 扣在彼此的身上 我觉得这样也是不可以的 我们应该去理解 为什么大家对这些 有不同的见解 但是在这过程里面 我发现 我自己有很多的失落 或者说有很多的叹息 就是我过度的天真 我认为台湾基督徒 有120万 台湾有4000间的教会 我觉得如果这120万的基督徒 如果这4000间的教会 我们能够在家庭议题上面 如果我们能够同心合意 站在一起 请问有哪一个政党 可以动员120万人 请问有谁能够抵挡 120万人的基督徒 对家庭的捍卫呢 我们一定可以 能够堵住家庭的破口 我们一定可以翻转台湾 但是结果是 我是在过度的天真 因为基督徒实在是 很难搞的一件事情 我发现这过程里面 我们觉得有叹息 但我也学会一件事情 其实今天 为什么不能读住 这个破口的原因 不是教会不够多 也不是基督徒的人数不够多 最根本的问题是 教会不合一 如果教会能够合一 我们一定能够翻转台湾 如果教会能够合一 一定能够带给社会 巨大的影响力 今天的问题就是 教会不合一 因此 我对合一 我有一个重新的理解 我过去 我并没有那么在意合一 我只是想说 我把自己的教会 好好的建造好 我经过一个地方教会 开尽的责任 但是经过这几年 面对跟同院之间的挣扎之后 我对合一 有很深的反省 我知道 无论一间教会 有多么父亲 有多么强大 光是一间教会的父亲 更强大 是不能够改变台湾的 如果我们要改变台湾 教会就要站在一起 所以我对合一 我有一个重新的理解 我知道 合一是耶稣对门徒的心意 我知道合一是耶稣 为门徒的祷告 我开始更加地看重合一 因此我开始想要对 合一在圣经的启示上面 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和理解 什么是圣经所启示 合一的原则 第一个 合一是先要与神合一 请 你帮我读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耶稣教教我们 要成为一个合一的人 你必须要先跟神合一 如同耶稣跟父神合一 跟圣灵合一 要在祂的里面 我们才能合一 因此一个合一的人 必须要跟神 要跟耶稣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 如果不能跟神 有一个美好关系的人 基本上 他不会成为一个合一的人 过去几年 我跟很多的 不同中外的同工 一起合作 一起在合一的路上走 过程里面 我有很多的叹息 我有受伤的时候 我有受委屈的时刻 我也有灰心的时刻 我也有被误解的时刻 但是无论如何 来来回回 这几年不过 不知道有多少次 但在最后 我们还是为了一个 更高的意向 还是为了神的荣耀 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个性 放下自己的感觉 我们大家站在一起 在一个议题上 一起能够合一 我回头看 我觉得我非常地尊敬 这些的牧者 这些我的长辈的牧者们 虽然他们都 有能有脚 有不同的个性 不同的想法 但是无论如何 他们跟神 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 因此到了关键的时刻的时候 我们还是愿意 放下个人的感觉 我们还是愿意 为了神的荣耀 而合一在一起 那是因为 每个人在里面 跟神都有一个好的关系 我认为这是关键 这次李永勋牧师 从来到台湾 讲一件事情 我很感动 他说 一个不祷告的人 不能够成为教会的领袖 他分享他在美国 误会的经验 他被派到美国去 接一间教会的时候 那个教会里面 乱七八糟 乌烟瘴气 每一次开会 长老知识就在吵架 教会一点都不能够刻意 所以教会也没有办法增长 教会有很多的困难 所以他怎么办呢 他后来做了一个决定 他说 从现在开始 不参加成岛的长老 知识们不能够参加开会 不参加祷告会的长老知识 不能够参加开会 你知道很多人很喜欢开会的 因为开会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所以他们为了开会 通通来参加祷告会 通通来参加早晨的成岛 可是当他们来成岛 他们参加祷告会之后 开会的时间就越来越短 到后来 开会就好像祷告会一样 然后教会就开始合一 然后很快的就完成建堂 然后看到神的复兴 就来到教会里面 我非常的认同 李永迅牧师 他所教导的 一个不祷告的人 不能够成为教会的领袖 你们阿们吗 你们阿们吗 因为合一是从祷告来的 所以一个人不祷告 他是不可能成为教会的领袖的 我觉得李永迅牧师的提醒是对的 那么第二个 合一是圣灵的工作 请引您来读好吗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何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昭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 一信 一喜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患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段经文 很激励我们什么是合一 第一个 合一是圣灵所赐的 特别是后面讲到 一主 一信 一喜 一神 就是众人之父 超乎众人之上 超乎所有众人之上 而且惯乎众人之中 所以也住在众人之内 所以你知道合一是圣灵的工作 是一件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这几年的福祉里面 我学习到 你跟有一些人谈话 谈五分钟 你就发现 在圣灵里面 我们两个人是相同的 我们觉得我们同感一理 我觉得圣灵的感动 在他的心里 圣灵的感动 也在我的心里 我就发现 我们能够 彼此能够非常的合一 那是神所做的 所以游戏仪来到我们中间 跟我分享他的想法的时候 他分享的时候 我感觉 我里头的圣灵跟他是相同的 我觉得他的感动 我觉得他的想法 跟我是一样的 所以在后面的合作上面 没有什么开会的 我就说 你想做什么 你告诉我 我全力支持你就够了 因为我们在圣灵里面是合一的 和宣教师在我们中间 他分享到 intu的事工 儿童QT 天使面包店 他刚一个我讲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讲 我觉得我们灵里面是相同的 他想做的 也是我想做的 他的感动 也是我的感动 我们好想做 所以我们就一起做 就开始了 我们教会 intu跟天使面包店 儿童QT的事工 虽然我们不认识 也没有渊源 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 圣灵 把同样的感动 放在我们当中 是超乎众人之上的 也关乎众人之中的 而且也住在众人之内的 所以合一是圣灵的工作 因此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要勉强一个人 跟我们合一 因为合一是勉强不来的 我听到 我读到积淀的故事 很有感动 你知道积淀 神拣选积淀 要接着他拯救米甸人 积淀呼召三万两千人 要去跟米甸人对决 结果神怎么说 神说凡是胆怯 惧怕胆怯的 可以回家去 那么多少人回去了 两万两千人回去 好像我们要去风源宣教 去风源宣教 四百大军要下去风源宣教 上车以前 圣灵感动我说 告诉他们 想念女朋友的 想念太太的 想念小孩的 心里惧怕的不要去 结果四百人 多少人不去了 两百五十人都不去了 你觉得心情如何 你觉得 人少了那么多 原来这么多胆小鬼 你知道 不问还不晓得 没有想到 神跟积淀说 一万人还怎么样 人还太多 神最后拣选了多少人 三百人 那三百人没有惧怕 三百人同心合一 三百人在圣灵里面合一 三百人击败了十五万人的迷电人 拯救了以色列 我学会到 其实人多不一定好 真的 因为勉强不来 如果你三万两千人去 你没有两万两千人 都是心里惧怕的人 最大的问题是谁 是自己 还没有打仗 心可能就消化了 所以人多不一定好 所以我们重要的是 我学会一件事情 合一是要跟那些 在圣灵里 跟我们有相同感动的人 我们要跟他们站在一起 阿们 而不是人越多越好 因此 合一就不是统一 统一就是大家做一样的事 其实合一不是每个人要做相同的事 我们要和有圣灵相同感动的人 站在一起 就是圣灵里的合一 是很自然的 因此我有几个反省 我觉得第一个 不要去批评 和我意见不同的同工 我们该允许人 去做他感动的事情 而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样的事情 第二个 不要去批评 我们不了解的事工 今天很多事工 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 所以不了解 我们就不要去批评 第三个 我要存祝福的心 乐意看见别人的事工 蒙神祝福 因为看到别人的事工 不一样的事工 跟我们不一样的事工 蒙福的时候 我们要心存祝福 因为他们做的工作 是我们不能做的 这段时间 常常有人 几个牧者都会问我相同的问题 跟我们合作过的 他们都会这样说 将之吹是很特别的一个团队 有一个很特别的氛围 因为我们动员的力量很强 从1130 920到兴旺盟 我们动员能力很强 包括风源 我们很容易动员起人来 但是呢 虽然你们像军队一样 可是张牧师 可是我看你们的氛围很不一样 你们每一个人都好快乐的 在那里一起动员 他问我说 你怎么样可以让教会 保持军队一样的效率 又同时保持一个快乐的气氛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知道因为很多教会 是像军队一样 但是军队都带着疏杀之气 你知道 我们教会没有疏杀之气 还蛮松散的 有的时候 蛮快乐的 都在那边开玩笑 这样 但是我们真正动起来的时候 却非常有效率 那么为什么呢 你怎么做到的 答案有两个 第一个是QT 我们教会是QT的教会 我们回应神 是因为我们个人 在神的话语里面遇见神 第二个 我们是门徒训练的教会 我真的知道 很多弟兄姐妹 根本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他们只是知道 小组长叫他们去 他们就去 老实讲 他们是因为爱小组长 才去的 自己做什么也不知道 拿着旗子也搞不清楚 但是因为他们非常爱小组长 因为我们的小组长跟主缘 有一种门徒之间爱的关系 刚刚看好多人上来抱眼灵 你看 有这种爱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方面 我们可以很有效率地动员 另一方面 我们是因为爱的关系的缘故 我们很愿意彼此的合一 阿们吗 你知道像新生命家族教会 他们有蔡琴 有周杰伦 有什么罗小白 一大堆 我们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们可以在校园里 做很多工作的 做很多 什么叫人家擦指甲 什么弄头发 什么选美 城市选美 他们可以做这些 然后什么新媒体的剪接 这些 老实讲我都不会 但是有人做好不好 蔡琴有人牧养好不好 我只能够牧养山寨版的蔡琴 真正的蔡琴 我是牧养不来的 我也牧养不了飞翼群 什么周杰伦 我只能够牧养 山寨版的可以 那就是我 你要把头发揽起来 让我把鞋子穿得尖尖的 我自己看我自己都怪 你知道吗 但是有人去牧养好不好 偶尼借来用 用也很好 感谢主 对 我们应该为别人的事工 的成功感到助 感到感恩 因为有人做是好的 虽然我做不来 但是我们别的牧者 做得很好 好不好 我们应该要感谢神 真的 那我能做什么呢 我们能做的就是 安德烈行动 现在我们最强福音 就是安德烈行动 就是十个人包围一个人 对他唱诗歌 给他礼物 他就信主了 这个每个人都会 阿们 那我们就好好做 我们的安德烈 这个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 我们应该对不同的事工 不了解的事工 我们不要去批评 我们应当去祝福他们 阿们 所以 合一不是同意 合一是不能勉强的 合一是圣灵在我们中间 自然的工作 第三个 合一需要被保护 这个我自己读可以了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关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圣经讲要竭力保守 竭力是很用力的意思 如果你自然而然 是没有办法保守 所以既然我认为 合一这么重要 既然我自己告诉我自己 耶稣这么在意 合一 我就要成为一个 促成合一的一个人 我就要愿意先 很温柔 谦虚 忍耐 然后宽容 去放下 我自己做事的方法 放下我的个性 放下我个人的观点 用一个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主动地去跟别人合一 我自己觉得 对我来讲 是这几年生命中间 很大的操练 因为我过去不在乎合一 现在我非常在乎合一 就举最近的 爱在四月天好了 其实当我知道 爱在四月天 要在板桥办的时候 我心里小有压力 因为我前面有经历神 后面有我们的年度大戏 是什么 祝福风源 刚好就卡在中间 所以 但是 你知道我们教会 现在在板桥 是数一数二的教会 所以我们 如果 不支持 不参与 对整个板桥的事工 会有影响的 所以我既然 我们在地方教会上 是比较强壮的教会 我觉得我们有责任 去帮助这个教会 这个聚会成功 既然它来到板桥 所以 我们真的是全力以赴 我甚至 把星期五 晚上的小组聚会 我们很强壮的 家庭小组聚会 完全取消 去支持他们 星期五的聚会 所以你看 星期五的聚会 我们家庭组 去了九百人 真是 君隆壮胜 但是整个聚会 三千人 我们教会 去了九百人 如果我们没有支持 这个聚会 就会有受到影响 对我来讲 合一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 做我们该做的 他叫我们做什么 我不是主办人 教会教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很顺服 我们就全力的支持他 把他做好 所以我们招待 也做得很好 那一天 后台也做得很好 服侍那些明星 也做得很好 因为我们很觉得 合一是重要的 那天就看到 神的荣耀 在我们当中 第二天 他们要我呼召 我要我呼召 我不怕呼召 我常常呼召 我什么地方都呼召过 但是他们给我的要求很高 有四点要求 第一个 为他们祝福祷告 第二个 让他们写下留名单 第三个 还要走到前面来 第四个 还有协谈进去 以我过去这么多年 做布导会的经验 应该到第二个步骤 人已经跑掉一半了 因为没有办法拖这么长 那你知道我的呼召是怎么样 举手 然后又怎么样 到前面来 我是一刀就直接进去的 我没有分四个步骤 我就一次到底 最后才什么 写留名单 因为我比较看重的是那个呼召 而不是留名单 那么这观点不同 没有关系 所以对我来讲 合一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也不要有这么多意见 我就顺服了 所以第二天 呼召的时候是很有趣的 我在后台 我说那我什么时候上去 他说牧师 你感觉对了就上去 我想说感觉对 那什么时候感觉对 我就培养感觉 真的培养感觉 然后我看那个季宝如讲的真好啊 季宝如那天讲的 我真的我在后面听到眼泪都流下来 好感动啊 所以我感觉对了我就上去 那我想说 什么时候季宝如会交给我呢 默契 我想说 哇 我跟季宝如也不认识啊 我跟他只有台下一面之缘 在舞台上默契 我没有默契耶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上去说默契 他很感动 他很感动 我也很感动 我就说默契 我说主啊 帮助我 然后他突然之间一个眼神 哦 是我了 我赶快上来 我就跟神祷告 因为我知道这个挑战太大 四个步骤 人都跑光了 所以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 主啊 帮助我 不能让人跑光 所以我就上来 我就做了一件事 我就说 早点把门关起来 一个都不准跑 有些人正要走 一听到不敢走 吓到不敢走 有一些人不敢走 我偏走 走给你看 但这样的人 胆子大的比较少 大部分的人被吓到 正要走 不敢走 不用 不能走 民进都没有走 一个都不准走 他们真的就不走 走的人就很少 我还是很艰难的 完成了这个护照的工作 但是老实讲 这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有很多生命的对付 有个人很多的放下 有个人很多的调整 因为我知道 我不是最重要的 合一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我们能够合一 圣灵就会有恩高 圣灵就会有同在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今天我愿意 我愿意为了合一的缘故 能够放下我自己更多 我愿意为了合一的缘故 我们能够牺牲得更多 只要能够促成整个合一 因为我觉得 合一是耶稣的心意 是耶稣的祷告 因此 合一需要被保护 你看到耶稣怎么说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 防备法利塞人 和杀毒该人的笑 笑一开始很小 你感觉 感觉不到笑 可是当笑发挥 会影响力的时候 会毁掉了整个的面包 会让整个团队受到影响 所以耶稣提醒门徒 你要很留意 你要谨慎 你们防备法利塞人 跟杀毒该人的笑 我这几年的合一 在团队建造里面 我学会一件事情 你要很留意 那个笑 笑很小 你知道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中国人讲的 什么意思 你知道这个 这个iPad这容易做吗 这是苹果做的 这容易做吗 人人能做吗 可是我要把它毁掉呢 我只要放手它就毁了 我只要放手 睡觉它就毁了 我学会一件事情 建造的能力 跟破坏的能力 是不一样的 你要把一个小组 带起来容易吗 你要让这个小组 分裂呢 很容易 一个小组的建造 其实不容易 但是很多的人 他没有本事 代理一个小组 但是他把小组 搞分裂的能力 倒是绰绰有余 很多的人 叫他做一个iPad 他没这个能力 但是要把这个iPad破坏 容易吗 一摔就破坏了 破坏的能力 跟建造的能力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那个小 你不要看他是很小的小 但他足以毁掉 整个的合意 所以我在说 将这催行道会 其实我们的每一个小组 每一个领袖 要很留意你的团队 不要允许 那些爱批评论断的人 进入到你的团队里面 不要允许 那些制造麻烦 那些带来分裂 不要允许 让那些孝 进入到你的团队里面 你不要说牧师 人家也没有怎样 牧师 人家也没有太多的想法 但你知道 孝一开始是看不出来的 但你允许 那个孝存在你的团队里面 批评论断 然后攻击 攻击权柄 那么也不祷告 也不祷告 不看重跟神的关系 其实他迟早会毁掉你的团队 所以 耶稣讲 你要留意那个小 这几年我发现 合一能够带来权柄跟恩高 我自己甚至这样认为 在21世纪 我们说是共享经济 大家知道Uber吗 共产的Uber吗 你知道 对全世界影响很大 现在很多东西往云端走 现在慢慢的 所有东西都会上云端 那么 协同共作 变成现在很主要的经济的力量 跟我们生存的力量 你必须要知道 怎么跟人家合作 我真的知道 一个人 不管你再怎么强 你再怎么有能力 再怎么有恩赐 你就是一个人 你不能改变任何事情 你必须是有一个什么 很棒的一个团队 而且是一个合一的团队 才会真正带来影响力 我们最近在 丰元的宣教做完以后 我有很深的感动 跟被鼓励 我跟神祷告 丰元宣教 给我两百个 相亲牧道友 两百个 我跟神祷告 要两百个 你知道上帝给我们多少人 你知道吗 九百人 阿们 九百人 我不知道 丰元人 怎么爱吃披萨 我们八百篇 这披萨被吃光光 而且 节目从头 看到尾 离开的人 不到一层 当天 有一百 二十个人 当场 决志 留下名单 有超过 两百四十六个人 留下 联络的组织 跟我们保持联络 我这么说 这是空前的 就我的经验来讲 我跟神 要说 主啊 给我两百个 牧道友 你知道我是凭着 多大的信心祷告吗 我真的觉得 主啊 给我两百个 牧道友 是凭很大的 信心祷告 在乡村的 布道会里面 通常有一百个 赢不得了 但是你知道 神给我们 九百个 加上我们 自己的弟兄姊妹 四百人 超过一千三百人的 那天晚上的聚会 结束之后 牧师来跟我说 丰元的牧师跟我说 他说 哇 这是丰元六十年来 最大的聚会 就算是政治的 肇事也没这么大的场合 就是复活节 丰元宗教会 联合聚会 也没有这么大的聚会 这是六十年来 丰元最大的聚会 他说 张牧师 我很羡慕你 可以建造一个 优质的团队 那么他说 我要建立一个 卓越优质的 一个教会的团队 你知道我立刻 跟他怎么说 我说 牧师 你要了解 当你讲到 江子崔心岛的团队 是优质的时候 其实你一定 不要看我们的舞台 我们的舞台 当然是优质的舞台 但是你要更要 留意的一件事情是 你要看到 我们的爱宴团队吗 那天那天 卖披萨 倒可乐 在卖爆米花那些人 你看到吗 他们每一个 都非常喜乐 他们每一个 都非常非常的快乐 要在这个聚会里面 扮演美好的角色 你看到我们 后台的英孔团队吗 他们前一天晚上 搭帐篷 住在那里 看守七姐 住在公园里面 搭帐篷 在烈日下彩排 你看到他们 喜乐的脸庞吗 你看到我们的招待吗 看他们排椅子的时候 有多么样的迅速 有多么样的喜乐 在那里排椅子 你看到我们的陪谈吗 看到我们的安全吗 你看到他们 是这样的喜乐 负起责任 快快乐乐的 去维护 整个聚会的安全 跟接待 你看到我们的福音队吗 我们福音队 连续两次下去 你看到他们 是这样的喜乐 在街头里 做邀请做不到 弟兄姊妹们 我跟牧师们说 如果你只看到 我的一个部分 其实那不叫优质 很多人以为 幼稚只有讲到 舞台上那些人 拿麦克风那些人 可是江子吹不一样 江子吹是 你走聚会一整圈 你会看到 我们每一个人 都同心合意的 一起要完成 这个布道会 阿们 所以他们没有人 做披萨 他说一度之后 每次我都在那边 卖披萨 你们都看到 有半一次人 每次我都在那边 半一次 麦克风永远都是 台上那几个人 后台的人 也觉得 我超衰的 每次我都在后台 录影都看不到 我没有的 你也不会看到 安全的人 觉得自己很委屈 不会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同心合意 我们要完成 这个布道会 优质 不是只有舞台 优质 包括前台 后台 阿们 这是我们的文化 那么我们慢慢地 发现一件事情 包括我们的 金利神明会 包括我们 和瑞 因徒的聚会 其实我们就是 不论前台后台 我们真的是在 圣灵里面 我们是合一的 圣灵惯乎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我们一起要 荣耀耶稣的 虽然我们中间 没有什么真正的明星 真的没有什么 都是山寨版的 没有真正的明星 但是圣灵的恩膏 运行在我们当中 我开始能够理解 我开始能够理解 耶稣为什么 在他离开门徒的时候 最后一个祷告 对着十二个门徒说 要为你们的合一祷告 我这么多年 读这段经文 我从来没有在意 我只是觉得很困惑 我真的很困惑 合一有这么重要吗 如果我跟我的门徒 要分离的时候 分离的祷告里面 我一定要把什么给他 策略给他 把什么给他 最强的恩膏给他 把什么给他 最棒的资源给他 把什么给他 把一些秘诀给他 是这样吧 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做 耶稣说 你们要合一 像我一副合一一样 我现在明白一件事情 我现在认真的 看待一件事情 今天教会 要有影响力 真的不是资源的问题 今天教会 要有影响力 真的不是恩赐的问题 今天也不是 也不是什么 策略的问题 我相信 不管是任何的策略 不管神给我们 多少的恩赐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同心合一 在圣灵里面合一 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带来权柄跟恩膏 你知道 圣灵五旬节降临以后 彼得第一次讲到 三千人归族 然后教会 第一个教会开始成立了 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 描述教会的生活是什么 他们彼此 怎么样 遵行什么 圣的话 然后 他们内中 没有一个缺乏的 巴拿巴 甚至变卖甜产 满足所有的一切 他们在店里 在家里 他们剥饼 他们欢喜快得 用饭赞美神 众民都什么 敬畏他们 神把得救的人数 天天地加给他们 初代教会 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原因 真的不是他们的恩赐 不是他们的资源 也不是他们有什么策略 他们真的就是 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合一 那一群很软弱的人 就翻转了整个欧洲 对江子翠来讲 我有很深这样的感触 因为从第一天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任何一个 叫做Superstar的人 在我们中间产生 但是我们非常的合一 金利神赢会也是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讲源 就我们自己讲而已 但是弟兄姊妹的见证 出来做见证 但是我看到 从你进门开始 帮你提行礼 到殷孔 到帮你们预备爱宴 到房间 其实一直到善后善会 还有小组送来的礼物 跟鲜花 其实我们是整个教会 是同心合一的 要帮助一位弟兄姊妹 生命能够改变 从心里面是合一的 当我们站在一起 就带来权柄跟恩高 阿们 这是我这几年很深的体会 所以我挑战 我们中间小组要合一 当我明白 合一是这样重要的时候 我对我自己说 我要成为一个 促成合一的人 基督徒是和平之子 我们不管到哪里去 都要带来合一的 让人更和谐的 所以我挑战你 如果你在一个小组 你是组员 真的你要学会一件事情 有你在你的小组里面 小组一定会更合一 因为你会愿意 忍耐 温柔 谦卑 谦虚 能够去支持你的小组长 让小组可以合一 当小组能够合一的时候 小组会有权柄 小组会有恩高 小组会有一致 阿们 我也挑战 我们牧区要合一 牧区里面 有各个不同的小组长 每个牧区 大概有三到四个小组长 所以如果小组长之间 能够合一 跟区长能够合一 这整个牧区 就会非常非常的合一 阿们 当区长安排 或小组长安排 没有关系 你不用先想到我 你先想到别人 我是最好安排的 你怎么安排我都OK 我愿意牺牲 我愿意舍己 让更合一 所以你知道牧区合一 整个牧区 就会带来权柄跟恩高 最后我说 如果每个牧区都合一 传道人都合一 区长都合一 我们就看到 教会就能够合一 这几年 行道会 江石翠行道会 在台湾教会 得到很好的鼓励跟评价 特别从1130之后 我不管到哪里去 我身以江石翠教会的 主任牧师为龙 因为人们总是 给我们非常多的肯定 觉得我们撑起了新北市 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这些年 我们在整个 1130之后 江石翠行道会 我们付上了 很高的代价 弟兄姊妹也付上 很高的代价 我们愿意更多的牺牲 我们愿意更多的付出 我们愿意在关键的时刻 我们愿意整个教会 奉献给神 去委身于合一的 合一的运动上面 所以很多人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 给我们很高的肯定 我也必须说 我们真的做出很多的牺牲 你知道有一个 大地教会的姐妹 很多年前来我们教会宣教 那么她回去之后 就常常为我们教会祷告 那么去年年底的时候 她来台湾找我们 跟我们去吃饭 她说牧师我跟你说 我常常为你们教会祷告 她说前一段时间 我为你们教会祷告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教会有分裂的危险 我常常为你们祷告 那么因为我觉得 好像这样子 所以碰到很大的挑战危机 教会可能会分裂 我说还好啊 感谢主我们没有分裂 我说你那时候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 尾声在投身在信望盟的时候 她说圣灵感动 我回头看那个时间点 然后我有的时候 到外面去开会这段时间 特别是选举结束之后 我到外面去开会 很多爱我们的牧长们 他们很担心我们的教会 他们常跟我说 这话你还好吧 又没有选上 然后你们又这么积极 又搞公投 他们很担心教会还好吗 我说还好啊 我们教会很好啊 而且继续在成长当中啊 但是很多人很担心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所做的事情 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阿们 我们所做的事情 虽然我们牺牲 虽然我们奉献 虽然我们放下自己 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主所喜悦的事情 因为合一 其实是神的祷告 合一是神对门徒的心意 我愿意成为一个 我愿意成为一个 促成合一的人 阿们 我们一同其力 我们来祷告 请事情为我们继续的谈 好不好 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如果你在小组里面 你要跟神祷告 说神啊 我在这个小组里面 我一定要促成这个小组的合一 如果你是做小组长的 你跟神祷告 我在这个牧区里面 我一定要爱我的区长 我在小组长之间 我要合一 我愿意 更加的温柔 谦虚 忍耐 只要能够促成合一 我愿意放下自己 这是神的心意 那么我也希望 我的区长跟传道同工们 彼此之间 我们能够合一 我们觉得说 因为我在这里服侍 神把我们从东西南北 把我们带来江子吹心桃味 我愿意 在这过程中间里面 我要成为一个促成合一的人 只要有我在 这个团队会更加的合一 我也想跟我们中间 在职场的弟兄姊妹分享 共享经济 云端协同共作 这基本上 已经是势不格党的趋势 你一个人再怎么厉害 再有能力 你不跟别人合作 你不帮助别人成功 你终究 你还是被淘汰的 在竞争经历的世界里 我觉得 的协同工作 跟别人一起合作 这样的能力 是会决定我们未来 智商的发展的能力 你再强 你强不过一个团队 你再强 你强不过一个合一的团队 虽然我们恩赐不是最好 资源不是最多 能力也不是最强 那么各方面也不是最优秀 可是当我们合为一体的时候 我告诉你 无坚不垂 这是我这几年 我在江子垂福寺里 我感受到的 合一 比什么都有恩高 有能力 让我们成为一个 促成合一的人好吗 我们一起 我们同生的开口来祷告 天父我们想要来祷告 耶稣让我们看到 合一的重要 亲爱的主 我这些年的服侍 我真的从来 学到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就是耶稣最后 为什么 今天教会的问题不是 主要不是资源 不是人数 是人数 主要人多不一定 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合一 合一不能够勉强 主要让我们学习 主要跟我们相对 和我们相同感动 和我们相同感动 主啊 让我们可以站在这里一起 亲爱的主 我可以求祢 上帝我们求祢 特别弟兄姊妹在直层上 上帝让我们可以成为 跟别人合作 让我们能够真诚的去帮助 别人去共同 耶稣我们想要 当相对 谢谢祢 神爱每一个一次 祷告 祝耶稣来祈求 我们也为宗教会来祷告 我真的这样觉得 我过去对合一的真理 并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 这几年我能够理解 台湾教会必须要站在一起 只有我们站在一起 才能真正抑制这块土地 过去六年 我在行道会联会服事 其实我只做几件事情 我在联会服事 他们问我说 你的意向是什么 我说我对联会 一点意向都没有 我要做的只有三件事 服务 成全跟连结 我要去帮助他们成功 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做连结 我没有要做什么 你想做什么 我就尽我说的力量 去帮助你做 如果我还有一点能力 如果我有一点影响力 我很愿意去帮助每一个教会 按照他们的样式来成功 你不必来跟从我 你不必来跟我学 不一定要 你不是我 我能做的 你不一定能做 我也相信 你搞不好比我做得更好 但是你想做什么 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帮助你 我很愿意去成全你 去服事你 去帮助你成功 我觉得在教会里头 我没有要建立什么大的教会 没有 因为我知道教会 再怎么大说话 如果我们不能够站在一起 那又如何呢 就像乐手一样 你弹得再好 乐团也弹得再好 你一个人好 只是会破坏我们这个band而已 做band的原理就是每个人都要什么 要协同工作 突出的一定是不好的 突出一定是不好的 就跟交响乐团一样 最美的交响乐团 不是听得出来哪一个最强 是他很合一 阿们 我觉得我们进入这个时代里头 协同工作的年代里头 一方面我们保有我们自己的独立心 每个人有不同的乐器 我们有个人的独立气 鼓手不可能是bass手 吉他手也不可能控制是keyboard手 我们有个人的独立心 这是我们要学会的 每个人都不同 但另外一个能力要学会的是 我要知道怎么跟别人协同工作 这是将来这个时代里 不管是在教会 是在未来的领导上面 最关键的能力 他们可能不是都是最强的 可是当他们一起合一的时候 他们变成最强的 阿们 这是我在丰元学道的经历 这是我在经历神言会学道的经历 所以我们不依靠民心 我们依靠的是 只要我们同心合一 人多不一定好 阿们 重点是我们合一 哈利路亚 这几年我们在台湾的教会里 我们发挥很关键的影响力 好几次 我们不是最大的教会 我们不是最有钱的教会 我们也不是最有恩赐的教会 但我要说 我们是同心合一的教会 阿们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为台湾的教会祷告 将此吹根心窗 要成为一个促成 台湾教会合一的教会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想要成为的 同生的开口祷告 耶稣我们想要祷告 耶稣我们对合一有重心的认识 上帝我们不必成为最大的教会 不必成为最有恩赐的教会 不必成为最有恩赐的教会 但是我们却可不认 主要不管多少人 主要三百人的合一 与三万两千人的不合一 是更能力的 上帝让我们顿合一 主要在教会里面 小语的共云 牧区能够合一 教会能够合一 当我们合一 上帝我们就发现 主要我们无减不准 教会的问题不是 教会的问题就是 我们合一 上帝啊 合一 主要是我们最高的 去讨论者 上帝还有什么能够取来 主要多够合一 上帝让我们的主 能够帮助我们的主力 上帝我们谢谢祢 让我们存温柔 谦卑 忍耐的心 宽容的心 主要能够坚毅地保守 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谢谢祢 道高峰 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阿们